其實就等於以前那一款蘇 即是普通的蘇 其實就是以前那一款蘇 本身我們放最小的蘇 就放下五百四重 那你就把兩張五百四重 放下這隻的馬克札 燒鬼 其實呢 有些人覺得這隻好像 不是跟士叢比 可能那個士叢可能很狼buff的時候比較多 士官buff的時候可能比較多 但其實除了在那些情況之外 其實一三好多的情況都會比 馬克札好一點 尤其是你想一下他兩個隻抽的時候 你想一下這隻 撞他 這個撞他 那些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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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剛剛說的士官好狼的情況 其實依然士官好狼加進去 都依然可以吹走 例如吹龍蠻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 Rail trade 所以其實 這兩張卡來說 我不是說 肯定一三是比一一強 這個性命強 這個一定不是 但問題是 當這張卡有效果的時候 就真的會比 馬克札強 比如說你找到 Dart Parallel 找到Soul Fire 那你一定是強 或者你自己撞Soul Fire 那其實正於無損 無蝕牌的抽格 即是一費打四刀 那其實一定是OK的 那其實有Doom Guard 那其實 當有Laddle Combo的時候 其實已經正確實到 這張牌是 合理的一門 因為其實一三在中立來說 是沒有很多怪 一三的一個Stack 除了Fing Lee之外 有些Temple Death 不一定是他們的副牌 當然戰士是最特別的 因為龍戰本身在甲來說 在Temple來說是最廢的 是超級廢的 戰士的甲是 你打到人家的胸口紅拳 可能只剩下兩滴 或者三滴的時候 法師可以用拼拼拼拼 來拼死他 都可以英雄技打死他 賊可以回到 術士可以保持著抽牌 薩滿起碼可以起場 勝騎可以用兵來 最後打到剩下的一兩滴 但是 唯有戰士是 在後期一點用都沒有 尤其是打人重傷的時候 然後你拿著那個甲是一點用 所以 智慈是最Fing Lee 即龍戰是最Fing Lee的一個概念 但是 不是很多牌 其實是很Fing Lee的 比如說 打頭殺 那個Version 打頭殺 又落這個地帶Moment 其實他們落Fing Lee是愚蠢的 尤其是 你放完Fing Lee之後 你抽地帶魔鬼的時候 但是為什麼他們都要照落呢 就是因為 1-3 是在Game裡面的中立來說 是最強的 Tray的生物 是最強的 為什麼 蘇會是 我 拔我了什麼 拔我了遠來的 為什麼蘇會是強的牌 就是因為 本身我們有很多 很優勢的 一費生物 我們有小鬼 3-2 沒有任何一費是有3-2 除了以前的 中B抽 薑士兜可以跟他一戰 基本上沒有任何魔鬼 可以跟他一戰 還有一隻可以勉強當中V抽 就是要先贏別人的Giles 才可以有中V抽 那經常都贏不到 就變成這個廢牌 為什麼蘇會這麼強 就是因為他一費 暗符是王者 有1-3 沒有任何一費打贏他 蘇是剛剛說完 剛剛還沒說完蘇 原來蘇 為何說蘇這麼厲害 原因就是 他一費差不多是全根最厲害 只要他一費 拿著長抗 其實蘇 之前有人說 蘇是一副控制牌 我也不同意 但是蘇 為什麼他們說 磁控制牌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們一費 那些 他們一費 在生物 如果你前期控制到牆 他們可以不斷用其他東西 滑球來 比如說用士官 用恐狼 用壓倒性 用飛刀手 那些 不斷將他的牆 慢慢慢慢擴大 然後用其他卡 一張Buff一張 來加大自己的優勢 這就是蘇 為什麼可以去到 由Beta 到今天還有人玩到的原因 就是因為蘇 是其中一副最 玩Botcore 即是可以在加大Botcore出來 是TempleTemple最大的一副牌 所以 記住這個概念 所以 優勢一元 你一定要入 那這些 新小鬼 其實算是優勢一元 因為除了Fing Lee 和他 Stat打和之外 就沒有中立和他打和 當然有些更厲害的一元 這遊戲 為什麼開始輸 經常都會輸 的原因就是 有些更厲害的一元 不如這些 這些 大家都知道哪一隻 這些 這張東西其實也很厲害 然後 這些 這些 這些牌是搞到 輸的一費 開始 跟別人 並肯定 的情況下 就令到 沒有以前這麼大的優勢 但依然還是 很強的一副牌 那 我不肯定 比賽是否 最好的一副牌 但是 爬天梯應該 因為 太多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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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少 基本上很多主流牌都會被 蘇吃著 那 我也挺推薦大家 玩蘇 如果 如果你真的想想想 當然不要 可能有很多思考 牌組 就不是最好 這副真的太 很直觀 因為擺位 是最難的 因為 蘇其實是最難 玩得完美的 因為擺位是 全遊戲最難的 如果 要玩到蘇完美 我肯定 你玩到一千鋪 你也未必 可能掌握到 你每一次擺位是正確的 因為 蘇你要計算很多 比如說 恐狼和阿古斯 他們的擺位 通常都是調轉的 恐狼你會想把最肥的怪 放在正中間 然後 等它吹的時候 將它由肥 吹到變勁 就是由中間慢慢吹走 但是阿古斯 你會想把 兩張可能被你打散 打散的時候 你可能想把高防 那些怪 就 放在一起 所以你就想把一些厲害的怪 放在一起 而不是好像剛剛說的 就是廢話放在中間 但是厲害的怪 放在最開 所以基於這個原因 就是 擺位是一個很難 擺到完美的一副牌 我挺肯定 全球這麼多的Pro 100個有80個 都是不可以把 每一局是 玩輸的 一定有些擺位上擺錯 那就是 是最難玩得完美 但是 當然你玩得完美 和玩得不完美 他吃的都差不多 可能是差5%左右 所以 拿了幾多賤玩這副 有人問海巨人好不好 那就 海巨人是 以前很厲害的 為什麼現在 尤其是 這個遊戲少了remover 少了一些 大解 因為沒有Big Game Hunter之後 其實海巨人是厲害的 但是為什麼現在不拿呢 就是因為 我們經常拿不到台 就是經常都不會被你發到 場很大 經常都做不到這件事 就算你有兩張Forbidden Ritual 你想想你打戰士 其實你已經有兩張中間的卡 是手牌的 即你有機會抽完兩張 你就會卡 你有一張Soul Fire 是掠卡 你有一些阿古斯 在你前期輸過的場 才會卡 你有一些Forbidden Ritual 你是不敢打字字放的 除非你沒有選擇的時候 究竟什麼情況 我剛才放了海巨人 根本就是 FF 所以 我不是說海巨人很差 但如果你真的放海巨人 我建議你這樣放 但是這樣放 就變成了 摩克扎特小鬼 是不是叫摩克扎特 總之這隻 新的小鬼 通常都開不了它 那一刻 通常都開不了 所以真的要放 就是這樣放 我真的建議大家 現在放遠來鬼 因為我不覺得天體有任何東西給你再放 少太多 因為以前有兵法 有耐性 有 還有些什麼都不知道 可能有些控制戰落 但是現在那些牌已經絕了 所以就 還有李洛術 就是Reno 但是現在沒有了 這些牌全部天體都沒有了 所以 反而戰士殺門很多 尤其是 殺門當然有一把新武器 我們前期 以前為什麼我覺得遠來鬼不好 就是 例如打殺門 你究竟留不留 他每天取得第五圈 你才防 根本 當他拔出來的時候 其實差不多已經奠定了 其實那個場面 邊面優勢大 其實已經贏了 就不是每天取得追得那麼遠 所以 以前我覺得 遠來鬼打殺門 不是很厲害 起手我未必留 但現在有新的一把武器之後 其實就沒問題 你基本上打殺門 你可以起手留 因為他可能很前天就上武器 被你拆到 所以 我會希望 我會希望 將這個 煉金師換成圓禮怪 我覺得這個List 是 我暫時花了幾滿的List 但有可能 最好一點 就是一定 可能要卡一張 Forbiant Ritual 但落什麼 我不會 因為如果卡Forbiant Ritual 就一定不會落海角人 因為海角人和他是combo 一定是兩個人選一個 看看之後 就會想何點了 不過 都不應該落海角 是重 因為 太多的低費 我們 可能會考慮 黑鐵矮人 可能是黑鐵矮人 但是 不過 所以 好像都不太卡 Forbiant Ritual 暫時這個列選 大家想玩 就拿去玩 應該 應該 雖然我覺得還有RAM8 還要輸了 但其實爬RAM5 應該不是那麼低 如果你認真坐在這裡 不要像我那樣說這麼多廢話 應該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如果你真的用輸了 兩個小時之後 一定爬到RAM5 就算你15RAM 沒有了三個小時 15RAM開始已經三個小時 爬到RAM5 但是 不過這副牌 就真的 我 始終思考不太多 可能 少許概念 大家知道怎樣擺位之後 其實基本上 大家玩都差不多 那就 大家說到這裡 先 我們試試玩